家人出遊留下紀念兆罪右邊短髮穿夾克的 就是知名作詞人李昆成小時候 2013年與林靜恩交往相戀 長達10年 最後結為夫妻 如今仁佐茶樑 還產生兒子與妻子奪產遺雲 他們每更首度出面指控林靜恩 李昆成寶妹控訴當他哥身體不能自立時 首要不是找林靜恩協助送醫 而是打電話求救妹妹 就連住院照護時 一開始都是妹妹一肩扛起重擔 控訴林靜恩 一度不願意通知李昆成的兒子 所以說那時候簽名在什麼 都是我簽名 想躲一段時間 我這樣就很冷靜 文靜恩在哪裡 林靜恩在哪裡 怎麼啦 李昆成的妹妹欺詐控訴 兩人結婚過程 林靜恩當時沒告知任何人 2月1號一半前一天 正在打工他的同學要去看他 然後一天我就不去 那一天他就辦 文靜那個朋友在哪裡 他就不知道怎麼 他就辦好了 他打手很快 講到氣氛之處 李昆成的妹妹不斷咳嗽 包含對方私自換老家門鎖 現在獨自居住 吵得不可開交 李昆成的妹妹直呼不懂為何一個家怎麼會變這麼亂 至於林靜恩接連遭丈夫家人矛頭針對真相到底如何 和制結構前他尚未回應 三星母子宣偵臺 就是我爸根本證明明還在我這裡 他先去申請一個新的 他我要辦下面這些事情 而且他申請的過程都是 忙照我爸的簽名 因為我爸所一定沒辦法選擇的 我沒有要一定要搶他這間房子 他如果好好表現的話 那房子可以給他 他開始工作 他開始繳房貸 那沒有差 因為我自己也有房子 林靜恩逼婚奪產 險摔爛神 主牌李昆成兒子 好好表現房子可以給他 知名作詞人李昆成 4月8號因大腸癌病逝 享受66歲 兒子李卓軒當時發出長文 頭樓父親曾說 很抱歉 什麼遺產都沒有留給我 李卓軒回應 什麼是遺產 我已經都有了 你已經給我夠多了 如今卻恐告寂寞林靜恩 偽造文書 徵產霸誤 機關算盡 貪得無厭 怎麼會突然就是 爆出來 沒有突然爆出來 我爸就想講 我是要等我爸走 然後整個事情都做完 之後我才要講 因為我想要我爸在世的時候 想要去煩惱這些 想要讓我爸好好走 雖然林靜恩表示 在李昆成住院治療七個月內 存不顧地照料 但李卓軒怒哄 我爸的後續都是我處理的 林小姐在醫院結婚 只是為了偽造 生前夫妻贈慾搶房產 而且結婚證書 我爸根本沒有寫好給林小姐 林小姐自己寫好幾份 預備 拉我爸的手 用蓋指紋的 那你有打算就是提告就是 侵占或者是偽造紋書這一串 對 侵占偽造紋書使公務人員增載不實 也是要被告的 因為這是那個 侵法 然後控訴罪 就是我 爸整個任命名還在我這裡 還要去申請一個新的 他會要辦下面這些事情 而且他申請的過程 都是常照我爸的聲明 因為我爸手已經 我爸寫起了 李卓軒控訴林靜恩偽造紋書後 把我爸銀行戶頭裡的救命錢 人靈光 車子賣光 霸佔著老家 遺產稅不處理 房貸也不繳 整天在老家喝酒打電動 破壞東西 甩東西 我若沒有進去 把神竹牌搶救移出來 也是會被林小姐摔爛 所患了不讓家人進去 這也叫真愛嗎 不過我爸也不是等閒之輩 這間房子早已貸款過四筆 負債滿滿 林小姐沒有工作能力 也只能等法拍而已 只能說是弱智大鱼 實在是有過悲期 這間的負債情況大概是多少 這些出資我不知道 反正我爸就是一直帶一直帶 因為他們自己也沒有 他有那個貸款在過活的 你現在要等法拍 所以是決定打算走法律這一塊嗎 沒有啊 這個他的貸款 他沒有能力繳啊 他一個月要繳四萬七的房貸 他沒有能力繳 一個月繳四萬七啊 這不是我的名字 怎麼會怎麼可能去繳 這就是法拍而已啊 他把我的東西清出來 他說這不是我的家 我有留電話給我們那個大樓的管理人 然後他在裡面摔東西 然後造成住戶的困擾 然後管理人通知我的 然後管理人也有報警 除了摔東西之外 還有其他的行為嗎 酗酒 酗酒 整個養酒酒 可以到喝光 我就看他表現啊 結果他就表現就是這樣 他如果好好表現的話 那房子給給他 他開始工作 他開始繳房貸 那沒有差 因為我自己也有房子啊 我沒有啊 一定要搶他這間房子啊 他如果是可以好好的繳房貸 把我爸的那些黑角 就是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那我沒關係啊 我可以給他沒關係啊 可是他 他就是不足利嘛 我爸全部那些黑角的朋友 就很擔心台灣的文化集團 被他破壞掉 或者是被罰他 被當垃圾刑掉 總是會有點遺憾嘛 嗯 不只要是被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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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要是被罰他